我们徒步回来到我家后边这个大草坪 老卡要试验一下那个大疆的无人机 这个后边的草坪也很大 这是个大戏那拿来的无人机 老卡研究挺长时间也不知道怎么明白 看一看能飞起来不 飞起来不 这也拿手机控制是吧 那事啊 没有网络还不行啊 那开我热点呢 起飞了 起飞 哦 剪筒了 再早点 什么啊 还真的飞起来咯 挺高的 那儿呢 那里都能录像吗 录着呢吗 咱了 把那罩没拿下来 哈哈哈 眼闸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把那个视频那个前面那罩载下来 那就不能录呗 好还行 不做不做 不要 这个 那子猪 感觉 是吗 不过来 我们有点 不过来 我们有点 我能录下来 那多久 电池抱紧了 你现在会控制了 你是不是让它慢点飞才行 撞树上了 树前头呢 我看到了 树前头了 那不慢 那树两 三棵树之间 怎么飞那么高啊 这是为了做全景用的吧 比如说你倒是那么大 用了全景的 真笨 我都看着了 你怎么看不着呢 你怎么返航啊 你让它回来呀 我也不知道 那要是落水了 这怎么办呢 你在玩上整的 没往回走 你这傻样啊 这熊小卡去捡完 它还没录 我还想看看 录的效果咋样呢 这咋打乒乓球啊 打乒乓球是另一回事了 就 草地上 到处都是蒲公英啊 可以吧 加拿大的蒲公英泛滥了 你要录一点 录一点 我们看看 啥效果 前进 左端 回了 往高点录啊 往高点录啊 高点啊 录吗 录了 录个钱帽啥的 其实还有很多技术 你看啊 我给转身录你的啊 好 它这个嗡嗡的声 不会给录进来吧 那可能 你往高点飞 好 还好 真返回原地了 还行 好啊 追他呀 追不动的 但你这个眼前找不着飞机呢 就停在那儿不 行 返航还不错 还有50%的电池 这玩意不进用了 20分钟才呀 那你得带多少个电池 还不为了 这玩意不错 这个玩意不错 对 好 好 好 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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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